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有评论文章指,自从本月中印发生边境流血冲突后,印度民族主义情绪高涨 消息指,阴内暂停中国货的清关工作,阴内是印度进口电信零部件和设备的重要港口 很多中国货都是由这个港口清关再进入印度市场 另外有消息指,印度主要港口的海关官员 已经扣留来自中国的集货商,要求提供额外的清关资料 文章批评印度突然玩音招,这些措施非常不专业 而且并不是一个正常政府的行为 对所有进口中国货进行无差别限制,当中包括原材料、电子配件和药品材料 可能会令印度本土工厂生产线停顿,令疫情下受重创的经济雪上加霜 即使要采取措施,亦都不应该一刀切完全停止 而是加大查验比例或提高关税等 另外是对中国货8%实施检查 文章批评这种检查难以操作 海关如果要检查亦应该要有明确目的 例如收到举报或有逃税嫌疑等 货物交期延迟势必会造成损失 商家无法预期交付产品会令商与受损 而防疫物资无法及时发放,更加会增加病毒感染的风险 受影响的中国企业一定会对印度采购商进行风险评估 随时暂停对该国的贸易 印度的做法就好像搬起石头摘自己的脚 政客为了达到某种目的,而做出不理智的行为 选人更选己,完全不利于印度自身的发展 俄罗斯将会大幅增加对中国的天然气供应 并计划兴建经蒙古到中国的天然气管道 但国际时局改变,令俄中天然气合作变得复杂 此外,供应地天然气储量软低预期 更令人怀疑俄罗斯是否能够顺利履行和中国的天然气合约 美国之音报道,俄罗斯天然气工业公司日前表示 已与中国商定,东线西伯利亚力量天然气管道 每年再增加60亿立方米的供应量 未来这条管道每年向中国的供应量 可以达到440亿立方米 文章指出,经蒙古向中国出口俄罗斯天然气 俄蒙双方对此积极热情 但相比之下,中国就很冷淡 报道引讯俄罗斯能源分析人士指出 中国不想在能源进口方面受制于人 致力于进口多元化 尽量避免一个国家过度控制中国能源供应市场 又指由于中国不希望在天然气供应领域 再增加一个依赖国家和中间人蒙古 中国对这个项目不感兴趣 又认为由于大量进口液化天然气 中国当初对东线西伯利亚力量的热情 也不是非常高 更多看重这个项目的安全意义 因为一旦中国的海上能源运输线受到威胁的时候 作为替代方案 中国仍然可以从陆路进口俄罗斯天然气 分析人士又指出 无论是铺设到欧洲的天然气管道 还是铺设通向中国的东线西伯利亚力量管道 管道的施工和很多分包商 都是普京周围小圈子内的亲信 虽然这些项目各有利弊 争议讨论不断 但其中唯一的赢家 就是这些分包商财阀 管道的铺设施工预算造价都极其昂贵 那些财阀人人赞得盘满撥满 能源项目推行过程不透明 不单止妨碍和中国的合作 更加在俄罗斯国内备受批评 有环保人士指出 政府官员或商界人士 可能从这些天然气管道项目中获利 但项目并没有为当地居民和地方 带来任何好处 好了 节目时间到此 多谢收看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